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Ada 韓國即將在半年後舉行國會選舉 而韓國情報機構最近表示 已經確認現行管理選舉的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 簡稱選管會的投票和點票管理系統 存在網絡安全漏洞 隨時可能會受到境外勢力攻擊 今年7月至9月 韓國國家情報院 簡稱國情院 韓國網絡振興院與選管委聯合對選舉系統進行了安全檢查 10月10日 國情院發表了檢查結果 韓國國情院指出 今次安全檢查是以假想黑客 試圖入侵選舉委的電線網的方式進行 結果在選民明測系統、點票系統、提前投票系統等方面 發現了諸多弱點 國情院相關人士表示 只要通過國際黑客組織通常使用的黑客手段 就可以滲透到選管委系統 因此北朝鮮等外部勢力隨時都有可能進行滲透 國情院還表示目前還無法確認過去的投票、點票系統 是否已被黑客攻擊入侵 國情院表示目前韓國選舉系統存在以下的漏洞 第一黑客入侵選票分類機後可進行幽靈投票、重複投票 甚至還可以做到偽造得票數量 本來應該徹底安全地進行的投票、點票 但事實上已毫無防備可能隨時受到黑客攻擊 第二投票、點票系統應該與網絡徹底分離 但現時的情況做得很不夠 而且還存在一直使用出廠時的預設密碼 令黑客很容易就推測得到 第三入侵內部網的黑客可以登記成為實際上 不存在的幽靈選民 或亦可將提前投票的人員標記為未投票人員 另外提前投票的選票亦可被擅自大量印刷 第四經網上投票的缺席投票 便可被查到是誰、在哪裡投票 因此存在無法保障選舉保密的憂慮 此外國情院還透露 在政黨、工會等委託選管會的網絡投票中 黑客亦可輕易推測到並滲透到安全代碼 當日發表的聯合安全檢查結果顯示 韓國選管會沒有將基本的互聯網 與內部重要網絡妥善地進行分離 指業務網、選舉網 並且將本身保安檢查交給不符合資格的企業 韓國國情院解釋 實際上設置在提前投票所的通訊設備 不僅可以連接事先認可的設備 亦可連接外部、非認可的電腦 因此可以滲透到內部選舉網 亦可通過與海外市領館連接的 諸外市領館選舉網滲透到選舉委的內部網 另外連接主要系統時使用的密碼 亦很容易被破解 因不是數字、文字和特殊符號的混合 而是單純的組合 例如連續的數字12345 或部分設備直接使用出廠時的預設密碼 例如Admin等 而沒有更改 而且經過確認 由於內部登入網站的密碼沒有加密 或對歷屆選舉時登記的候選人名單 以及海外選民名策進行加密 個人資料有可能已經大量外洩 對黑客事故的應付 和後續的措施也未如理想 郭情願從2021年開始到今年為止 向選舉委通報了8宗 和選管委相關的黑客事件 但選舉委在通報前就一無所知 而該機構後來 也沒有通知有關事件受害者的相關內容 因此同一個職員的電子郵件 就會不斷被黑客入侵 郭情願透露聯合保安檢查組 以31個評價項目為基準 100分為最高分 對選管委是否履行 主要資訊通訊基礎設施的保護對策 進行了評價 結果獲得的分數只31分半 而之前 選管委在2022年 按照同一評分標準 進行自我評價後 提交給各情願的結果是滿分100分 在過程中也暴露了過去選管委沒有將弱點分析評價委託給法令規定的部門 而是委託給沒有資格的企業等違法事例 郭情願在最近兩年內向選管委方面通報了7次朝鮮偵察總局的黑客郵件 和惡性代碼感染惡意攻擊事件 並勸告該機構接受保安檢查 但選管委以自己是憲法上的獨立機構和具有政治爭議為理由拒絕了 但隨著今年初選管委高層幹部的子女等親屬莫特惠聘用的腐敗醜聞相繼爆出 選管委改變了立場決定接受安全檢查 選管委前事務總長和事務副總長也因涉嫌子女特惠錄用而在今年5月尾主動辭職 面對這次檢查結果選管委反駁說 技術黑客攻擊的可能性不會立即導致不正當選舉的可能性 如果沒有多位內部協助者有組織地參與 真正的不正當選舉實際上是不可能發生的 2020年美國大選舞弊紛爭曾經震驚世界 通過黑客攻擊操縱選舉的問題 在韓國的多次選舉中也充滿爭議 韓國即將在明年4月舉行國會議員選舉 對於中共和朝鮮有可能操縱的問題 韓國政府目前保持警惕狀態 今年7月上任的韓國選管委秘書長金龍斌 在8月31日的國會一個會議上就有關提問回答說 將會以朝鮮和中共有可能操縱韓國明年國會議員選舉為前提 展開選舉籌備工作 根據國情院發表的保安檢查結果 執政黨國民力量黨的院內代表韓在玉 10月13日敦促選管委對他的刑辦不示 作出真誠道歉 並尋求將不正當選舉的可能性降到1%的對策 韓在玉強調說 如果連選舉管理系統也如此脆弱難防黑客 這樣目前民主主義 就面臨前所未有的全面危險 就在當日的國會國政監察 國民力量黨要求選管委委員長盧泰岳辭職 盧泰岳在文在寅政府時期 曾被任命為大法官 卸任後去年4月就上任選管委委員長 當日盧泰岳已經就選管委特惠招聘疑運 以及投票點票系統保安不嚴等方面的問題作出道歉 不過他就拒絕辭職 盧泰岳表示 他不認為選管委的錯誤會因他的辭職而被糾正 要克服這個事態 應該接受正常的監察和調查 盧泰岳說明年的國會選舉就在眼前 將會在國會選舉後負責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自本台專題報記者 吳寬森的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